陕西省副省长景俊海14号将率领经贸考察团赴台交流 陕西省一行人将拜会国民党荣誉主席联战跟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 并且参访台塑红海等等知名的企业 接下来在24号福建省长舒树林也要来率团赴台参访 与台湾的农运民交流 由于台湾岛人马英九在去年担心两岸交流太过于密集 遭到绿营扣帽子会影响选情 先行暂停交流团赴台 而今年成功的连任之后少了选举的包袱 两岸的交流又会渐渐的加温